由新北市劳工局辅导成立的 辅大市障按摩小站 在辅大医院开幕了 这是市府劳工局再次 携手医电基金会成立按摩小站 里头不仅有按摩椅 还有按摩床 设备升级 环境舒适 要让来到医院前来按摩的民众 得到身心灵的放松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协助我们 所有生性障碍者 都能够找到他们一个 好的一个工作 因为其实圣经障碍者说 不要依靠别人能够自力更生 自食其力 其实是对他最好的一个肯定 市长朋友 他们出入其实很不方便 如果固定的地方让他们有个工作 他们就会很熟悉 每天大概来去的 上下班的时间都能够固定 白免会全力行走 也希望能跟各界期待 包括伊甸之类的像这场基金会 或者是地方的团体做 更好的结合合作 福大医院大方提供良好场地 让伊甸基金会的按摩师 能够有个固定场所稳定工作 为庆祝福大按摩小站设立 特邀请新北市长按摩代言人 销稿来跟大家同乐 老公局长陈瑞佳也特别在现场 大跳十下流行十六吨舞动业机 运动过后还特别体验一下 按摩小站的服务 所有的四张按摩师 都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训练 所以他们对于整个人体的穴位上 都有所的了解 所以虽然他们的眼睛看不到 可是他们会用他们的手 用他们的身体去感受到 我们被按摩者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不舒服的地方就健康 那刚刚他帮我很专业的这样按摩 我现在目前觉得很舒畅 点眼到位 厉口整部就已经是爽了 长官们体验过 视障按摩师的巧手服务之后 纷纷说赞 也呼吁有机会来到福大医院 不管是看病还是访试 都可以前往B1体验 视障按摩师专业的按摩技术 为劳累的身体 好好放松抒压一下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新装采访报导